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暖男成为了大家形容优质男生最爱用的一个词 他们总是笑容盈盈 待人亲切 韩国演员朴旭俊就是大家印象中的暖男 在接受我们新的在线独家专访时 回答什么问题都是这个娓娓道来轻声细语 而且还对普通话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说的怎么样呢 一起来听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朴旭俊 2015年一部《他很漂亮》让朴旭俊一炮而红 剧中外表冷静的他有着一颗暖男的心 那浅浅的一笑泥倒了万千的少女 这次我们在首尔见到了他 仍然输着剧中的大背头 却多了几分邻家男孩的亲切 在采访间戏 朴旭俊盯着手中的麦牌看不停 难道对汉字产生新决 提到他在《他很漂亮》当中饰演的 持胜俊一绝 朴旭俊坦言自己和这个副主编 某些方面还真的是挺像的 比如只有在朋友面前才会展现 暖男内面 《爱情观》也很接近 喜欢日久生情 人机大张的朴旭俊十分感谢中国粉丝的支持 而他也有非常喜欢中国演员 新的一年我们期待和朴旭俊在中国见面咯 新闻在线韩国首尔独家采访